关于台北机场的历史 我们可以追溯至1885年的台北机械局 当时的巡抚流民船为了推动近代化的发展 而建的军事种地 1900年转游铁道部使用 正式将其改称为 台湾总督府铁道部台北铁道工厂 随着日治时代的建设兴建 宋冠县的全线通车 使得铁路车辆日渐繁重 因此将临近台北的近郊松山庄 作为新的铁道工厂兴建预定地 1950至1970年间 台北机场受美国援助兴建了柴电工厂 并将动力柴油化 由于台铁采购的车辆日渐繁多 因应大量与讲求效率的时代下 台北机场的维修已达极限 台铁因此在2012年 将台北机场的维修基地 迁移至现今桃园的富岗基地 目前正如火如荼的 进行全区的整建与修复 并在场内展示诸多退役的各式车辆 我期待在未来能够再次公开展示于世人眼前 现在大家在画面中所见的是台湾第一代引进的电联车 EMU100型自强号 号称当时台湾往返北高的特快车 列车的编组为五辆一组 车体涂装典雅 因此素有英国贵府的美名 其中车辆内装优雅 加上高速运行的平稳 总能给乘客带来最舒适的乘车品质 而柴油客车柴油机车等 亦是展区内的重要展示车辆 这些车辆都曾在台湾的铁道路线上运行奔驰 如今退役至此享受晚年的生活 并以此带给铁道迷与社会大众一个回忆与最好的机会 古迹的修缮与整建十分不容易 需要大家共同来支持与耐心的等候 期待有朝一日 台湾也会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国家铁道博物馆 风光地展现在大众的眼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